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公司电台FX530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白先勇和廖彦博 一起所写的《悲欢离合40年》 白崇喜与蒋介石 时报出版公司刚刚出版的新书 大家对于白先勇先生 应该相当的熟悉 包括他年轻的时候 很早就崛起是一位 非常杰出非常了不起的小说家 前面写了《台北人》 后来更有了新的题材上面的大突破 那就是写了长篇小说《镊子》 除此之外在他从美国加州大学退休了之后 他又把很多的精神经历放在推广昆群 所以因为他的努力使得昆群名著牡丹亭 红遍了海峡两岸 不过在这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另外一位白先勇 这个白先勇他最重要的身份 他是白崇喜的儿子 这本书是白先勇自己告诉我们 叫做《白崇喜将军传记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 第一部曲是《父亲与民国》 这明白的标局 他是以作为白崇喜的儿子 还是这些历史上面的探究跟呈现的 第二部曲是《止痛疗伤白崇喜将军与二二八》 现在他跟廖彦伯一起合作 交出了备患礼合四十年 白崇喜与蒋介石 这套书一共有三本 前面北伐抗战还有国共内战 是由廖彦伯所执笔的 第三册关于来到台湾之后的这一部分 则是白先勇写的 不过这本书的主轴还是来自于白先勇 所以要了解这套书 我们还是应该看一下白先勇的序 在白先勇的序里面 他就特别讲到 这二十多年来 也就是一九九四年 他从加州大学退休一直到现在 他一直弃而不舍的 要为他的父亲立传 其中一大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年两岸三地出现有关 白崇喜的论述传记 对于白崇喜一生的历史 多有从他的儿子 白先勇的眼光看起来 不时之处 有些甚至扭曲 眼壁污蔑 然后他就提到了很重要的一本书 是陈思远所写的白崇喜传 在大陆出版的 这本书 陈思远的一些观点 就不得不因为在大陆出版 而顺从中共官方的说法 那台湾方面呢 又因为白崇喜和蒋介石之间有了嫌隙 我们两官方对白崇喜的历史 也就一直依照蒋介石的看法 蒋介石的眼光 例如说官方一直宣传这么一回事 这是白先勇在这本书里面 特别要澄清的 那就是许邦会在 白崇喜 暗兵不动 国君婴儿大败 白先勇说 这个目的是在尾过白崇喜 替蒋介石解脱责任 白崇喜的一生跟民国史关系密切 白先勇说 1911年父亲18岁 参加辛亥革命无常起义 见证了民国的诞生 1926年北伐 父亲被蒋介石总司令 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参谋长 1928年 是白崇喜领军进入到北平 最后完成北伐 那个时候白崇喜35岁 1937年抗战 父亲白崇喜 是第一个响应蒋委员长 号召抗日 8月4日就飞南京 就任副参谋总长 辅助蒋委员长 抗日8年 战后没有多久 国共内战开打 白崇喜先担任国防部长 后来又转任 华中缴匪总司令 跟林彪的部队 在广西战道最后一兵一组 在1949年12月3号 从南陵飞离大陆 白崇喜参与了民国诞生 也经历了民国在大陆的衰落 1949年12月30日 白崇喜在台湾风雨飘摇之际 毅然入台 与中华民国共存亡 他自己的话说 那就叫做向历史交代 白崇喜在台湾度过他最后 暗淡的17年 归葬在台北六章里的回教公墓 这也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上 这一段话总结了白崇喜的一生 尤其是他跟蒋介石之间的关系 不过每一段拆开来 都有非常复杂的波折 例如说开头是北伐 蒋介石跟白崇喜相较于北伐的时期 1926年北伐 蒋介石独派众议 利耀当时33岁的白崇喜 出任国民革命军的参谋长 蒋介石信任 这一位非中央嫡系 因为他不是黄埔出身 他不是一路一直跟在蒋介石 跟蒋介石有交情的 他在广西 但是蒋介石认出了白崇喜这一位青年军官 有他的才能 所以由他来担任这个重任 是蒋介石独具慧眼 能够赏识白崇喜的军事才能 白崇喜统一广西 那个时候他已经得到了小诸葛的胜名 不过蒋介石跟白崇喜 两个人在北伐的过程当中 相处融洽的时间并不长 几个月后 明的暗的 两个人的摩擦就开始浮现出来了 例如说黄旭初 对于北伐这段时期 蒋白两个人的关系是这样评论的 蒋先生确实深爱白崇喜的长才 但又每每对他不满 真是矛盾 这句话一针见血 蒋介石经常批评白崇喜四个字 叫做不守范围 党国元老张敬江力劝 说白崇喜是难得的将才 不要多去节制他 去压抑他 而蒋介石对张敬江的说法是 白崇喜是行 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喜欢他 蒋介石的这番告白 充分说明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蒋介石一方面 他很了解白崇喜的军事才能 可是白崇喜个性刚直 最重要的 不喜欢奉承 做事又非常的明快 见己屡己 有的时候当然就有适才奥物 独断独行 因为他出道早 在广西一下子就崛起在统一广西的过程当中 他就有了很多军事上面的成就 这就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批评白崇喜 不守范围 蒋呢 他用人习惯是考虑 这个人是不是lawyer 是不是忠贞 不容许有人忤逆他 而且呢 他很喜欢管细节 他不会授权 那白崇喜也曾经像同样属于贵戏的另外一位人物 李中仁跟他抱怨过说 当蒋介石的参谋长 经常都是绑手绑脚 不容易发挥 说穿了蒋介石跟白崇喜 两个人呢 就像一山不容恶虎一样 一定会有这种余量的情节 蒋介石看不惯白崇喜的高傲 所以呢 不喜欢他 后来白崇喜率领第四集团军一路打进北京 最后完成北方 北京人民夹到欢迎国民革命军 北方报纸 例如说天津大公报 就TUF报道 白总 则的当然就是白崇喜 他词汇的这个消息 一时之间呢 白崇喜就变成了 推翻北洋军阀的英雄 刚刚提到了 那一年白崇喜才35岁 年轻气盛 所以也不了解 这就叫做功高正主 白总词汇 在北方的张扬举止 看在蒋总司令的眼里 应该是非常不识滋味 同时 贵系的势力在北伐的期间大肆膨胀 广东 广西 湖南 湖北 北平 天津 都在贵系的势力范围内 于是呢 中央受到了威胁 使得蒋介石必须要处理贵系的问题 刚刚讲到另外一个关键的事情 1937年 白崇喜响应蒋委员长 号召抗日 非南京就任 副参谋总长 但是在这个之前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漫长 蒋介石跟白崇喜 明白翻脸的这一段过程 但是在北伐 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之后 贵系的少壮军人 胡中夺 逃军 爆发了叫做相变 因为这个时候 他们的势力范围 在湖南 于是呢 展开了叫做蒋贵战争 这是我们一般 在讲民国史的时候 比较少人知道 比较少被提到的 就是国民政府跟贵系 有了军事上的冲突 蒋介石的重要依赖 是唐生智 这个第四集团军 被唐生智撤返 因而呢 领导第四集团军的白崇喜 不得不仓皇出走 到什么样程度呢 他搭着日本的轮船逃亡 这个时候 国民政府发命令 通气李中仁白崇喜 并且开除他们两个人 原来的国民党籍 这一艘日本轮船 开到上海黄埔江头 蒋介石 密令上海卫戍司令 熊世辉 派人上船 要去捉拿白崇喜 而且已经在命令上面说 如果拒绝收查 就叫海军炮舰 把这艘船给集成 换句话说 用这种方式处决白崇喜 这个消息呢 幸好被当时担任 上海市长的张定凡 听到了文风报信 所以白崇喜 才及时跳船 到另外一艘日轮 然后呢 开到了香港 才显显的 留得一命 这是白崇喜 跟蒋介石 公开翻脸的一段 密行历史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继续告诉大家 接着又发生了什么事 整理的月光 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房 哈喽大家好我是于台烟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FM93.1 AM1134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守护他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FM93.1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造坦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 回到播出到9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正是 白仙勇和廖彦博合著 刚刚由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的新书 北欢离合40年 白冲喜与蒋介石 白冲喜与蒋介石事件的关系 真的非常的复杂 绵延40年有着各种不同的波折 前面休息之前提到了 在北法结束之后 贵系和国民政府翻脸 因而产生了蒋贵战争 蒋贵战争是广西贵系 跟中央蒋介石第一次分裂 它的后果影响严重深远 北法完成是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黄金时期 其实北法贵军一路都站在蒋介石这一边 辅助蒋介石打下天下 然而北法完成 蒋介石就马上发动了蒋贵战争 把贵系给整垮 这是白先勇的历史解释 他的历史的看法 他说如果当时中央跟贵系是合而不是分 燕锡山冯玉祥 这是三溪那边的 恐怕就不敢贸然造反 就不会有1931年的另外一场战争 那是中原大战 中国也不会在中原大战之后 又变得四分五裂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亲共之后 当时的中共非常的虚弱 如果中央军跟贵军联合起来搅共 中共恐怕难以抵挡 中国不分裂 日本也就不见得会侵略东北 所以白先勇特别指出 蒋贵战争这是分裂的恶因 触动了日后一连串的动乱 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1939年7月7号 卢沟桥事变 这个时候蒋介石在卢山发表了 称之为叫做最后关头的谈话 放弃了之前先搅供 先安内在抗战在抗日的这个立场 号召全国人民抗日 于是这个时候白崇喜 第一个响应 8月4号 非南京参加抗日战争的行列 大敌当前蒋跟白两个人 毅然放下蒋贵战争的前嫌 所以这个时候白崇喜去南京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举动 因为两个人已经翻脸彼此敌对 长达七年的时间 但这个时候呢 放下了这个前嫌 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 在这个之前 两个人第一次合作的时候 因为有北洋军阀 所以两个人在面对这个共同敌人的时候 合作过一次 到了这个时候 因为日军侵略 两个人也可以暂时抛下私院 共同一次对外 抗战八年 是蒋介石跟白崇喜相处 比较和平的阶段 虽然偶有摩擦 但基本上没有大问题 一开始的时候 蒋介石就给予白崇喜 非常重要的任务 他任命他为副参谋总长 但事实上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幕僚长 蒋介石心里明白 对付日本这么强大的敌人 他需要白崇喜 号称叫做小诸葛 这种军事的奇才 来辅助他的抗日大业 因为讲的是白崇喜的传记 所以白崇喜特别揭露这一段 这一段有各种不同的史料 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说法 不过在大部分的史料上 的确是指向这个事实的 那就是1938年初 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 要检讨全盘战略 是白崇喜最早在这次的会议当中 提出了积小胜为大胜 以空间换时间 也就是用游击战来辅助正规战 跟敌人日本人做持久战 这套战略被蒋介石接受了 也就被军事委员会采用了 后来就变成抗战的最高指导方略 当然在一般的历史 都是把积小胜为大胜 以空间换时间 当作是蒋介石所提出来 蒋介石所坚持所执行的战略 在后面有白崇喜 是的确不应该被忘掉 而白崇喜的看法 后来为什么在历史上面 被写成是蒋介石的战略 也就证明了 这个时候白崇喜跟蒋介石 的确是同心抗日 南京土城之后 全国民心士气消沉 接下来徐州会战 这是中日战争当中 关键的意义 1938年3月24号 蒋介石亲自率领白崇喜 这个时候一个是委员长 一个是副参谋总长 一起飞到徐州去视察军情 前线战况激烈 蒋介石就命令白崇喜留在那里 协助第五战区的司令 同样属于贵系的李中仁 共同指挥终于创下了抗战 自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 第一场重要的胜利 称之为叫台儿庄大捷 这场战役扭转了抗战以来 国军节节败退的颓势 打破了日本叫做三月王华 要在三个月当中就把中国给打垮的 还有皇军无敌的这种神话 使得中国人民这种悲观的情绪 战时得以一扫而空 蒋介石命令白崇喜留在第五战区 共同指挥徐州会战 一般都认为这是一朝高旗 日军无论在军备或者是军队素质 都远远超过于国军 如此强大的外敌入侵 就必须要有大战略才能够对付 在这本书里面白先勇用他的私人经验 这样记录 他说父亲也就是白崇喜 曾经对我亲口说 他之所以能够想出积小圣为大圣 以空间换时间的这套抗日战略 是受到拿破仑去打俄罗斯政场战争的启发 俄罗斯利用俄国的广大的空间 拉长法国军队的补给线 最后拖垮了拿破仑的部队 中国的情况跟当年的俄罗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例如说国军没有制空权 这是当时在战争上最大的一个问题 因此如果要跟日军正面作战 一定会造成非常大的伤亡损失 例如说813松户战役 虽然暂时挡住了日本人 可是国军在那上面的 不管是人力物力 各种不同的损失太大了 因此应该要以游击战来配合正规战 积小圣为大圣 中国也类似俄国 浮衍广大 所以可以把日军往内陆里拖 来拉长它的补给线 这就叫做以空间换时间 消耗日本的国力来跟日本做持久战 解破它想要速战速决的企图 白崇喜所提出来的这套战略 对抗日战争有指导性的影响 国军得以艰苦的支持了8年 得到最后胜利 最后证明蒋介石 这个三军统帅跟他的参谋长白崇喜 当他们在抗日战略看法一次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良好的效果 不过这样的关系 因为牵涉到两个人的个性 所以不可能真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书里面也就特别提到了贵南会战 贵南会战是1939年12月18号 到1940年1月12号 正是白崇喜他指挥第五军军长 蒋介石自己的心腹子弟兵 杜毅明来攻打南陵东北面的要塞 昆仑关得到了大胜 这是抗战当中著名的攻坚一战 日军的指挥官中村郑雄旅长 在战斗当中阵亡 日军损失五千士兵 不过国军第五军 也当然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伤亡上万 但麻烦的是第五军 第五军是嫡系的中央军 是蒋介石黄埔的天子门神 这个全军有机械化的设备 是国军当中的第一张王牌 昆仑关攻坚 白崇喜速度向蒋介石请调第五军 蒋介石是勉强同意答应 之后看到第五军损失惨重 蒋介石心里是非常非常痛惜的 所以就开始对白崇喜有了他的疑虑 因为第五军伤亡太重 之后日军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 把南宁再拿走了 南宁得复失 蒋介石就对白崇喜 又开始有了不满 写在他的日记里 说贵白 对反攻南宁之部署 自用私心 不肯尊令处置 日记里呢 就这样改变了对于白崇喜的称谓 之前都叫他用他的字 称之为叫做贱身 很轻腻 这个时候变成了贵白 就是广东的这个姓白的家伙 这就看出来蒋介石的态度 后来在日记里面 蒋介石甚至称白崇喜叫做白逆 就是这个可恶的家伙 这个叛逆的家伙白崇喜 两个人关系恶化 这是从抗战后期就已经显现出来 到了国共内战 这个状况只是越来越糟 以至于到了台湾之后 蒋介石就彻底把白崇喜给冰冻起来 完全不让他在政治上 更不要讲在军事上 有任何的作为 有任何的角色了 这样40年复杂的关系 记录在白先勇跟廖岩博合著的 《悲欢离合40年》 《白崇喜语》 蒋介石这本新书当中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后的时间再会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